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察队六个人突然遇到暴风雪 迷失了方向 天渐渐黑下来 老队长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 天气如此恶劣 夜里又黑 营救的队伍无法到达这里 大家必须设法熬过今晚 才有获救的可能 谁都明白 这里夜间温度将达零下37度 要在野外熬过一个晚上 几乎不可能 最后 我们来到一个被封的岩石下 这时 一个队员猛然发现 岩缝里竟然有许多干枯的灌木枝 大家都激动不已 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老队长 老队长从怀里掏出一盒火柴 遗憾的是 火柴盒里仅剩几根火柴了 大家用身体挡着风 开始点火 火柴吃得一亮 便熄灭了 一根 两根 三根 到剩下最后一根时 老队长不敢再滑了 他很清楚 如果这根火柴再不能把火点燃了吗 大家很难熬过今晚 老队长拿火柴的手 开始颤抖 六个生命 一根火柴 上演着与死神对峙地 悲壮一幕 老队长命令大家把厚厚的外衣脱下 挡在个子胸前 我们用身体围成一圈 将老队长拿火柴的手围得密不透风 在火柴擦擦 擦向灵指的刹那 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吃的一声 火柴展开了一朵绚丽的火花 将浓重的夜幕撕开一角 那一夜是多么的漫长 生死之间 大家看到了自身的渺小 同时 对那根救命的火柴 产生了近乎崇拜之情 天亮了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我们的眼里涌出了 激动的泪花 谢谢大家